我們水調歌頭分為三大主軸 分別為尊榮、Villa跟仙境這三個概念 那第一大主軸尊榮的部分呢 我們當然就要提到我們的空中車庫 我們空中車庫它經過多年的努力之後 第一個取得正規執照的超跑豪宅 我們每一層樓都有規劃自己的空中車庫 讓我們在自己的房子裡面 就可以欣賞到自己的愛車 以設計來說 我們採用的是智慧化全自動的車梯設計 我們採用的是人車分離以確保人車的安全 再來我們是用玻璃圍幕的方式去呈現 讓你在停車的同時也成為展示的一部分 水調歌頭除了配備最專業的保全之外 我們還會搭配上我們完善的智慧化系統 來讓我們的保安層級能夠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外呢 我們還會配備國際級的私人管家 以及24小時的餐飲服務 將豪宅主人的極致生活做一個完美的體現 我們尊榮的最後一個概念就是限量與單純 雖然我們有18樓層這麼高 但我們只限量提供12戶給金字塔頂端的客戶 那我們擁有單純安靜 而且擁有高私密的億萬俱樂部 讓我們的客人呢 他能擁有超乎一切的無上尊榮 第二主軸是Villa的概念 講到Villa我們就會想到綠色建築 那我們這棟水調歌頭呢 它會搭配著我們的懸浮森林 懸浮森林它除了可以淨化空氣 美化環境還可以降低噪音之外呢 它還可以提供所謂多樣性的生態環境 讓我們的環境周遭能變得更加豐富 另外呢還會搭配我們全球第一座的空中水埔 它是從18樓到1樓的循環水埔 在環保上呢 我們有水資源的在利用降溫以及美觀的功能之外 還會再搭配我們的懸浮森林 他們彼此相互輝映 形成一個獨有的微氣候 使我們的生活環境更為的舒適 那在底樓的部分呢 我們還會設有空中花園 空中酒吧以及空中之橋 我們第三個主軸就是仙境 那我們所謂的仙境呢 指的就是友善智能的部分 我們每一戶都會搭配 AI智慧人工機器人的配備 那它可以控制所有的電子設備 也可以做整合 生活中我們需要做的所有事情 其實都可以透過我們的機器人 來幫我們完成 使我們的住戶呢能享受最高科技 我們還有一個豪宅的條件 就是要擁有絕佳的景觀 我們水雕戈頭呢 它擁有大面窗的玻璃 然後坪數大概是155坪到265坪的大坪數 再加上四樓以上呢 它就有絕佳的景觀 最重要的是它還是河岸的第一排 而且永久無動具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向大自然借景 我們把窗外的景色引進到我們的室內 這是我們的一大特色之一 以風水來說 山管人丁水管材 我們前有漢溪河景 千米的綠圓道 後面還有大坑的中央山脈 再加上我們三面林路 視野開闊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旺宅格局 我們水雕戈頭象徵的不只是地標 是建築也是藝術品 更是真正把建築藝術 推向另外一個高峰的代表作